跟这个澳大利的网友说 你老公啊根本就没想到 现在养老没办法靠孩子 你看啊这个视频 确计要把这个视频 有一个视频给他 我这视频里说的就是什么呢 老了有钱才有尊严 就是说而且呢 你老的时候 就是孩子不仅不能养老 而且是消耗你养老资源的 孩子最多呢 也就是偶尔来看你一眼 偶尔的跟你打下视频电话 也不能成天的陪你聊天 因为孩子有自己的这个工作 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生活 怎么可能陪着你呢 而且呢你能给孩子提供什么呢 人和人之间都是趋利的嘛 你的孩子也不例外 你养孩子 你只能说enjoy你养孩子的这个过程 但是呢你指望的孩子养老 那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在这个城市生活里 在未来的这个工业时代 资本社会里 你的孩子都要被资本家剥削 你又不掌握生产资源 你又不掌握生产工具 你怎么剥削你的孩子呢 你的孩子凭什么要 围着你赚呢 你的孩子不给你打工 你不是你孩子的老板 不再像农村那样啊 每个农民啊都是他孩子的这个老板 他掌握着土地啊 他掌握着这个生产工具 掌握着农具 所以呢他可以自由的支配 说我要给那个孩子多少资源啊 为什么农村这么重男轻女呢 农村重男轻女是因为对农民有利益 城市里你重男轻女对你是没有任何的利益 希望啊广大的这个中年女朋友 这个女网友们听一下啊 跟你们讲 如果说你们重男轻女 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益 你们只是把过去的农逼文化 直根于 这就是你们脑子里的大份 你们要把脑子里大份挖一挖 你们重男轻女对你们毫无利益可言 你的利益着远点在哪呢 你这儿子是能给你提供养老资金的 还是能给你提供这个养老服务呢 你们去医院看一下 医院里哪个这个老人不是说 让自己的女儿凑的 有有一个两个可让儿子凑的吗 啊真的有的话 可能是农村过来的啊 农村来的 而且呢 儿子呢还有可能对病床上的这个 老爹老妈啊是呼呼赫赫 连打呆骂 哈哈 嫌弃得要死 那你活该呀 你把你儿子养成这样 要不你就对不起他 要不你就把他关坏了 哈哈 无非就这两样是吧 要不呢 你就啊 偏心 你没有好好善待他 那还能是什么呢 所以呢 确确就跟这个 用这个视频啊 跟这个网友说 我说你老公啊 现在啊 他还带着浓逼的那种繁殖的执念 是多么傻逼啊 然后这个网友说 我老公啊 还是见识太少了啊 你说我脑子里有很多大分 他脑子里大分是我的几倍 就前几天啊 英国女王家崩那事儿 我在家说他老妖精 老不死的 结果老公啊 制止我说 你的嘴怎么就那么狠 人家张力惹你了吗 你骂人家干嘛 我就说 我每年扣那么多税 不就是因为这些蛀虫的存在吗 怎么对我没影响 你和你妈一样 跟你跟你爸一样 奴性十足 就差给这个英国女王哭丧了 我说啊 有网友说的好 日不落帝国 对这个世界所犯的罪行 庆祝难输 英国女王就是一个既得利益的未道者 中国的好多文物陈列在大英帝国博物馆 有什么好悼念的 然后呢 我老公就认为呢 既然全社会都尊重英国王室 我们普通人就不要做出头鸟 表示不尊重 人家好歹是个女王 我说啊 可去你们的吧 中国的慈禧跟你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更别说 人家白皮的日不落帝国的老慈禧了 我们中国人脑子里啊 装了太多大份了 盲从而不自知 然后我确切就说啊 我说你老公啊 真是有农民的奴性 而不自知 然后这网友就说啊 之前华为那个叫孟什么的 孟晚舟 脚上戴着脚镣的那个 脚铐的那个 国内一窝蜂的人啊 这个称他为什么 长公主 你说恶心吗 狗屁的长公主 媒体都报道长公主 为国家做了大的牺牲啥的啊 你说这些屁民见不见 自己下周围的房租还没着路 还同情起人家的长公主 然后却姐就说啊 我说你老公啊 是看见强权就下跪啊 这就是奴性啊 看见弱势 他就比一说不定还上去采集摇 我说呢 所谓的国家 为国家做牺牲什么的 我说咱们国家 中国也是个贼 美国就是强盗 美国英国就强盗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就是 二级管思维啊 就是我们中国是正义的 然后美国就强盗 缺绝想说啊 美国英国都是强盗 中国是个贼 我说你老公啊 就是崇拜人家啊 就是能继承财富和权利而已 而中国人都这样 中国人这个裂根性不都这样吗 我说所以我不让你夸这个富二代 我说要是你啊 就确实对这个网友说 我说要是你生在那样的家庭 你比富二代牛逼多了 真的 这个网友有非常强大的啊 这种这种意志力来克服逆境 他在逆境中求生存 是不折不挠 百折不回的 他是非常的有这个能力的 而且呢 为人呢 他是质朴的 是真诚的 就他这种品性的 这个这种这个女孩子 如果他要生在富二代家庭 那可不得了 我说这些富二代 我说他妈逼的凭啥呢 啊 也不过就是基脑然性 我说然后呢 却姐问啊 你妈你老公啊 然后说那个跟你父母一样啊 那你公婆的奴性是什么呢 他说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奴性是什么啊 反正有这样的儿子父母 有肯定有过之而不及 我每次骂我老公的时候 他脸皮死后死后的 所以连着他父母一起骂 他才会有所触动 然后却姐说啊 他这就是啊 这个中华的敬老文化在作祟 啊 实不知啊 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 都不值得尊重 却姐跟你讲 你们就挨个儿说 哪个老年人啊 脑子里不装了一脑子屎 老年人啊 往往就自动的学会了 一老卖老那一套 也往往的掌握了社会资源和权利 你看看日本的 日本的那些这个 这个这些这个老不死的吗 他们把握了多少的权利和资源 不让年轻人活呀 他们就是压迫年轻人 而挥舞的小鞭子 欺赶着年轻人给自己拉墨当驴 啊 作威作福 他们既压迫女性也压迫男性 然后呢 这个 却姐又跟他说啊 我说我呢 做我老 我这个公公啊 我是因为这个公公 这个老不死 给脸不要脸 还总想压迫我这个儿媳妇 然后我老公呢 也带着悲愤的心情跟我说 说那我爹都没有压迫我吗 我老公也是啊 也是觉得自己被他爹压迫了 但是他不敢反抗他爹 他缺姐不 缺姐不是被这样的爹啊 给寻化啊 不让被被这样的老头 给寻化 给规训出来的 包括缺姐的亲爹 说句实话 亲爹如果他老年落在缺姐手里 缺姐一样揍他 你早年怎么对待我的 我就在你晚年怎么对待你 你让早年的我活得有多艰难 我就可以让晚年的你 活得有多痛苦 这是不是很公平的吗 我说你老公啊 这个确实还对这个网络说 你老公的脑子里的中华文化 给他装的石也是很多啊 盲目的敬老啊 加盲从从众啊 加上崇拜权力 他说是的 这就是大份 他还只是多少个 一里面的一小个 还有上亿的人是这样的 多少亿的人是那样的呢 所以啊 那个国家一点不美好 缺姐说啊 我说为什么这个男人 那么想伤孩子呢 第一 压迫孩子 那不就是什么 老人压迫年轻人吗 是吧 第二 不用自己冒死收 第三 自己可以在育儿劳动上摆落 你看男的不都这样吗 我说所以啊 你老公想生孩子也无非 就是三点原因 第一呢 可以凭着他自己的喜悟啊 他自己的情绪黑洞 他来操控 摆布孩子 满足他内心的那个 他脑子里的有泡 心里有洞 他在让孩子来填他的黑洞 孩子就是他填洞的工具人 第二呢 不用你老公冒死伤 并不真的在乎你这身体状况有多差 这个网友啊 他就是因为啊 这个 他的这个原生家庭 极为的不幸啊 他妈是一个暴躁的暴虐的暴君 经常的暴打他 虐打他 那都已经非人类的那种打法 连确确确都没见过这样的打法 是吧 然后呢 当然啊 缺点打公公演这种打法 这个 我说啊 就是你身体状况这么差 你又有抑郁症啊 又有这个孽子关节紊乱 然后晚上还经常的做梦 我就是你这种身体状况 你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 我说你呢 经常还要有这个自杀 看见大卡士就说 你撞人家笑 我说那你这种状况啊 就不适合生孩子 他心里并不在乎你的 他反正他就觉得 你就欠他一个两个孩子 谁让你是女的 你活该呢 你就活该去送死 第三呢 你以为他这样的人 能不糊弄和逃避育儿劳动吗 男人在育儿上是既不操心 也不费力 但是收割 养老成果的时候 毫不含糊 我说你可不要看着啊 就是那个阿豆 阿豆是个女博士后 他的小伙伴 他说你可不要看着 阿豆啊 说这个养孩子轻松 大孩子轻松 他说的轻松 那是相对于 他的科研难度 他是做博士的 是吧 他就想歇歇脑子 他也习惯了 这个他老公呢 偶尔呢 跟孩子玩一玩 平时呢 偷懒 就这种与儿劳动分配啊 他和他老公都来自农村 他就习惯了这种育儿劳动的分配 他觉得就天经地义哈 他不觉得他没有意识到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就仍然啊 他觉得还很开心 哎呦 我终于不用搞科研了 哎呦 我终于可以陪孩子玩了 而且呢 所谓他要体验一下当妈的快感 当妈的这个经历啊 但是没有考虑到孩子 这个孩子有没有希望降临在你 这对夫妻的这个家庭里啊 本来他和他老公啊 关系不成啊 有的时候又打又骂的啊 有的时候还这个互相呢 把对方啊扔下车什么的 高速公路上啊 就就就就你给我滚下去 就都滚下去 这种这种缺解就想说呀 如果说你和你的老公关系 没有达到默契十足的程度 你都不要伤孩子 如果你和老公都都没有 就育儿劳动分配上 好好讨论要给孩子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规划 怎么样的就是说 分配育儿劳动啊 你们两个都满意 你如果说你们都没谈论过 没有对孩子负责的这个态度 你们就不要生孩子 不要祸害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说句实话 每一个孩子 他都是一张白纸 他都是无罪的 但是你们大人 你大人往是有罪的 所以你就觉得 不能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人生的话 那你就不要生是吧 而且生了也不要求什么回报 你不要像某公公似的老年的时候缠着儿子 就跟他妈吸血鬼啊 就跟拴着他儿子裤腰带一样 这种啊就是磨人精啊 你说缺解就真的受识了 无可忍的就要揍他了 出门两个小时 他能给你打二十几个电话 就三句话 你们在哪儿 你们在干嘛 你们什么时候回家 就这三句话 每个电话都是这么打来 每个电话都是这么问 这烦人不烦人呢 谁都得围着他住啊 他浑身恶臭 从头到尾的恶臭 你让他去洗澡他不洗的 但是我闻不到 我闻不到就不臭 你说我臭 你就是骗我 你看这种 你怎么能跟他说人话呢 他听不见人话的 你说你怎么能跟他沟通 他艺术化就是尸臭 就高度腐败的尸臭 就尸体腐败了 那种高度的尸臭 然后呢 他还故意的把这个臭恶 离你很近地方哈气 他觉得他自己好可爱 你看我可爱不可爱 你说这种啊 认知严重的 这个失真的这么一个老傻兵 你说你怎么办他 你不揍他你怎么办 他还觉得自己可爱啊 这种极度自恋 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这种人 你跟他说什么 他油烟不尽的 除了你揍他 你揍他他怕 他都哭了 他都大小便吃劲了 被我揍的 哭着 哎呦 带着呢 又哭 连裤带好的 要走 要什么 报警 我要找邻居 他拿这个来威胁缺姐 缺姐越来越明白 这世界上不是 这世界一切都要围着你抓 你老婆 你越魔 那是老傻逼 他们收拾不了你 就留给缺姐 把这个烂摊子留给缺姐了 缺姐就准备收拾你 所以呢 就是说你们啊 缺姐还是希望啊 就广大的网友们 你们生孩子之前 想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们不具备啊 就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同时又不过度消耗自己的养老资源 人生资源 生活资源的话 怎么样展望一个平衡度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生孩子是百分之百的消耗你的生活资源的 是百分之百的消耗你的家庭资源的 除非说 你就哪怕你心里有动是吧 你自个儿补 你为什么要生的孩子 让孩子给你补动呢 是吧 孩子该你的 劝着你的 劝你的 孩子是有什么罪过啊 生出来要给你补动啊 是吧 他又不是这个 补牙的这个 补牙洞的这个材料是吧 真的 自己父母很少想到说 我要为孩子做什么 我希望这孩子能够好好活着 能活得轻松 能活得快乐 都是想着孩子能为我干嘛干嘛 啊 然后呢 这个 又 到自己养老的时候 又没有好好考虑 说我怎么样 跟平衡我的养老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都没想过 那你们生这孩子干嘛呢 是吧 孩子也痛苦 你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吃亏亏了 觉得这孩子对你不笑了 还有的呢 这种老傻逼呢 败表的老傻逼呢 男的女的都有 我儿子对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女儿对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种你说你你说你是不是傻逼啊 真的 这种老傻逼你就赶紧的嘎本死了得了 活着毒鱼真的 你活着是浪费空气 你是污染这个地球 你死了都是污染地球的 除非把你气化 把你用几千度的高温把你气化 这样的你才是死得其所 真的 这种老傻逼就完全的不讲道理了